早安 你好 好 恭喜大家 我們三點半後 正式就是跟我們民政府的基礎班 已經完成 是我們臺灣民政府的政務官 我們現在要說的是妇女的使命 不過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要怎麼做官 要做過官 拿一個手好嗎 有嗎 大部分都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要這樣繼續訓練 就是說我們不能讓外面的政黨 說我們是素人 那麼是怎麼說我們素人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官 那麼你們要知道要怎麼做官 你們有想要聽說要怎麼做官嗎 有喔 如果是有上過我的客人就沒聽過 我們說到最後面的時刻 我跟大家說要怎麼做官 這樣感到好嗎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官 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要遵守 這個政治的倫理 我們話說 如果司家師說 整個黨不管 黨算 那個黨 他所做 過去所做的 都遵守 他的政策 好的絕對 都要這樣做 對不對 絕對服從 對不對 我們台灣有這樣嗎 現在 之前做的人多好 我現在換我動選 我就是不要遵守 就是 所有的都被他吐掉 農費人民的 所有的秩序 所得來的稅 是不是這樣 而且不服從 又在動選的人 他動選的人 他就是不要服從 那個不動選的 什麼都說要再檢票 對不對 人家外國 怎麼有人這樣這麼亂 你對 你就是一定要 尊守人家對 尊重 尊重 還要請 來討論 扶持 所以農費 我們台灣很多的主委 我們 現在民政府 後來 將來我們也會選舉 現在我們是軍事政府 在那裡 一定 我們一定要跟台灣 都穩定了 我們才有 讓人選舉 不過 我們也是要尊守 我們一定有交替 我今天去做酒店 明天知道我先來對 後面的酒店來 有尊守這個 倫理 到底沒有 這很重要 這就是基礎的 這是一個教育 所以 我們 如果 政治倫理 一定要好 生意外的人 打的基礎 我們不能一開給他 和人 而且我們要向他讚嘆 我們一定要把過去的人 學會 我們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倫理 就得 我們就是 勒貓 我們一定 做人的基 不能說 欸 我倒不去吧 我得到 我 所有的 都總是我 以前的人 都沒有勝利 這個是 做人的根本 那就是 政治倫理 我們一定要尊守 來就是 公務 公務倫理 公務倫理 我們也是要做 公務倫理怎麼樣 我發現 很多 的 這個 負政事務所得好 那個 鄉公所得好 我們現在 我做中間 我來的 我看這桌子 我這麼做一做 我以前的人做 我都不敢 現得 心心我都一定要跟他講掉 他都要跟他講掉 農會人的主緣 對不對 這也是不倫理就得 再來 就是說 事務 倫理就得 你過去的人做的政策 好的 我們絕對不可以去解決 他做這樣 就他的功勞 我絕對不愛了 我就用一個我一樣 我自己的政策 來做我的功勞 這是台灣人 最壞最壞的壞處 我說這樣對不對 對 那別人做的什麼都不對 自己做的什麼都對 是不是這樣 這個倫理道德 在我們公務人員 一定要遵守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做一個好的主管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 除了這個 以外 我們後來 是不是 日本的 人民 後來 我們是不是 人民 我們是要比日本人 更更日本人 對不對 現在的日本人已經有變質 不過 我們老一輩 受到日本教育的 到現在為止 日本的精神 要再在 台灣人的心想 你想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這個 受日本教育 用 回家沒料的 那個 人家外說 回家沒料 就是很壞的 那 很嚴格 日本人很嚴格 是怎樣 他們很重 很受貴重 又擔心 很清晰 對不對 全世界最有禮貌的民族 對不對 如果這個人 如果有禮貌 什麼事情都可以解決 是不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不是很亂 是因為每一個人 很少有禮貌 因為你如果有禮貌 我們每個人都 尊重別人 阿俄羅別人 這樣有事情嗎 真的 有事情是別人的事情 比較我 我來說 人家看我不會高興 我看大家都很高興 他沒有辦法 那是他的事情 人家說 我們在做 天在看 對不對 所以 絕對 我們一定要學好自己 我們如果是要關別人 是不是自己要先關得好 對 連我自己 現在我就覺得 我會學好自己 因為沒有全補的人 都把我學了 人家說做天公 就有人欠 我還沒做到天公 所有人欠 比這樣更多 所以我一世人 我認為做事 用於做人 欠 對不對 做人實在很困難 但是 我們如果是一個社會的教育 如果我們的教育 如果由基礎開始 好 我們這個問題就減少 我們台灣 是六七十年來 讓人家家家賣了 對不對 鬥爭的民族 現在頭隔 每一天 都沒有去想 要怎麼進步 都每天想要怎麼來收拾 是不是這樣現象 對不對 農會很多生命到時間 所以我們要研究 就是說 我們要做官進政 要做 我們的主管進政 一定要尊守 如果如果沒有 我跟你們說 你們是 很沒差 因為怎麼沒差 一定會被別人淘汰 我們不簡單 可以說 立到這個 這麼大的福報 比到大樂透 更好 的機會 我們很容易 就來失去 所以 我們的法律很重要 這個也很重要 每一邊 你們如果發生在你們的心想 你們一定要想到 說我 各位主 在講的這句話 那麼我們就來發改 我們可以 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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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我們秘書長 說 我們這四千人 要做到怎麼樣 做到不會穿起 又不會燈湯 無關你八十九十都可以領薪 這樣有很好嗎 所以 就是說這樣 我敢來講這句 我們不是像外國的公部倫願說 九年會 我們就要來耍 說青菜做做的外國 因為怎麼 國民黨他們青菜做可以 他們發音是他們開的 我們後來發音不是我們開的 我們要準修 很多的法律加規矩 所以我們要來注意 就是說 我們 父路要做什麼 我們父路 是一個家庭 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的基礎 我們的女子是天 女子是地 我們以前說 好兄沒辦法變坊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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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 對不對 男女的都說我們男女的這樣 我們就是一定要成人 男女的收口 比較多 受行人說 男女的減收五百年 我們也是要成收也要成人 對不對 男女一定要尊重男女 對不對 男女 如果尊重男女 不吃男女會痛苦 對不對 我們如果是做一個好的父路 我們 就是說 我們一定有好的家庭 還有好的 怕孫 所以我們 父路的順順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如果是沒有這個基礎 如果像你去老家家 地基打不好 那老家家如果地盪 是不是要看下來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非常注重 我們的路管 那麼我們女婦 現本是台灣 女孩子 情出到 所謂管理 那麼管理 做很多工作 沒有 做到比女婦 比較勝負 因為現在台灣人的女婦很可憐 你如果不是你家 公和作 啊 財產很多 還是你後面 北京很多 你學問 很高 福祉 都找不到 頭路對不對 那是政策不好 因為所有的中華民國的政策 他是只幫助財團而已 因為財團有紅包、大包的好些人有紅包 才好買油嘛 我們會賠償有沒有 有嘛豬豬啊 洗洗包他也看不夠 所以他要照顧大包 就不會顧洗包 前20年前 我們的收入就要收入4萬塊以上 現在存2萬塊又不夠 新加坡加在韓國 過去比人家少 現在人家都700萬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他們不公平 所以全世界的對立、抗爭都是不公平 在人世間 我們的相處 會 對立和 來爭鬥 都是不公平 所以我們 下一次做官我們也是要公平 一定要公平對待 一定要注重人才 我們如果 不能用奴才 奴才就是什麼 這個我的人 那個我的人 這個我的人 別人的人 都不是人 都是他 食材的人 這就是人 他要用奴才 不要用淫財 人家 日本已經改善了 一間公司 他的部署 如果很能幹 他不一定 他的這個 需要來交給他的子孫 我們這樣 社會的進步 國家才會幸運 你如果 每個人都說 這個我們金孫 這個我們的金子 沒有半壁 扶不起的阿杜 你會把他 交給他 一定會撲路 對社會 對國家 也是一種的生疾 所以做我們的中間 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而且 會鬥爭 或是什麼 是度量的關係 我們如果做一個中間 你一定要包容一切 心想一定要開闊 對不對 如果什麼利益 你都想到你家的人而已 這樣你就住房子 做家庭就好了 家庭也沒有 都關一家而已 如果 你如果要做國家的官員 國家 那個國是要包容整個社會 所有的人民 都總是要 像你自己的人一樣 我們現在要向日本學習 日本是怎樣 兩千幾年來 都沒有換條例 是他儉拼去 讓美國儉拼 給他借財而已 所以他們 日本的 所有的為房地開始 他的政策是什麼 他叫 人民一世 軍民一世 就是軍民 軍跟人民 是同一個系統 就是同一個會面 就是同一個基隆 風地 他就是祖先 人民 就是警孫 就是都他的金孫 金孫 會兵老 白兵做 所以人 他不會改朝換代 我們將來也是要做日本人 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的好處學起來 你呢 所有的中華民國變來變去 所有中國什麼明條 清條 什麼無條 地條一直出來 是怎麼 是他們的風地 建造管理的事 這陣子 都 總是 跟人民 當作他的努力 都跟人家敷衛 脊骨吃肉 這樣 如果有一天 人民 找到機會 都會把他拚 所以才會 改朝換代 這是基本 基本 他的政策跟觀念 心態不對 我們的家庭也好 一個社會也好 如果你跟別人 都當作你自己的子孫來聽聲 把別人的老爸 當作你的老爸 跟別人的老母 都當作你的老母來友好 這樣社會會很平靜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就是一定要做好這種的改變 我們後來台灣民政府 我們執政所有的這些官員 會讓我們台灣人民 不是說 怕一隻而已 我都說 要讓人怕兩隻 不是怕一條而已 要怕兩條 讓人說 哎唷 怎麼會有這個人 這麼好的人 這樣 我們執政是不是 我們很輕鬆 沒有人會來 翻來翻去 甚至 我們就是做這些政治 我們從現在開始 一直來影響別人 我們如果對人很客氣 他要派也派沒有路 所以說我們虎路的視頻 我們這就是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當時去印度的施展 來遇到很好運 遇到這個世界婦女總會的人 可能是秘書 因為英義 說不太清楚 所以我來蓋他 照相留念 來 我們現在 虎路 就是說 我們 這個不會比十倍 比較難 不會 所以是我們虎路的偶像 也是我的偶像 來 這第二孫 二孫 來 第三孫 現在這個很青 在歐盟裡面 嚇嚇叫 甚至現在這個都在 挑戰歐巴馬 所以 他說歐巴馬 你們美國 比較把我們整個 歐洲 所有的鄙民 都敢見聽 這樣 所以 有在反對 我們女孩子 女孩子 男人 就是說 我們這裡不會這裡看 最基本 一個女孩子 結婚開始 將來我們虎路 虎路 虎路 我們一定要提出 基本教育 我們現在外國新娘是不是很多 外國新娘 你娶到印尼的 跟你的孩子教印尼 你跟 菲律賓的跟 菲律賓 我們台灣的文化 都漆漆漆了 你知道嗎 中國也跟中國 所以我們後來一定 跟外國新娘 帶來 開始教育 依然 跟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 後來的子孫 他才會傳承 不然都跟他們 那種 我們變成 萬國地 你知道嗎 萬國地不是有進步 是都教到農外 因為家來的人 大部分 市值都不高 那麼我們一定要跟他們 教育 台灣的文化 跟我們的議員 讓我們的子孫 可以做一個 真真正的台灣人 所以 我們 我們 從懷孕開始 我們就是一定要胎教 那麼胎教 在日本 是失去了 幾百年 那麼 那個效果 是真正有關 我們每一個人 他懷孕以後 小孩子在肚子裡面 他的媽媽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完全影響到小孩 所以 從胎教開始 我們 如果 我們的 南叔 你如果是說 你家有要生父親孫 一家人一定要做和樂 你生出來 怕孫才會重重緣 這樣好不好 因為阿公阿嬤 師匠 讓這個媳婦 如果心情不好 生出來 孩子很囉嗦 很害怕 甚至 也不正常 這是 直接影響了細胞 我 行醫五十幾年 確實有證實到 這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 後來有好的怕孫 一定要有好的努力 那麼有好的努力 我們一個家 一定會圓圓 他會跟我們 好順 別母愛的好順公報 甚至會尊重 王子 你說這樣 孫兒會好嗎 好 我們的孫兒會 要本身 要做好自己的教育 甚至 這是 萬年的需要 我們一定要來 經營 讓我們台灣 阿嬤 再更好 所以 我們如果 做一個婦女 婦女的 是說 這裡一個人 這裡又一個人 透過一個家 說明 是說 你一個人的人家 所有的 我們人 肉體 靈魂 透過你的 嘴 透過你的嘴 來傳承 我們要一個人的 溝通 還要顯示 這個人 他所表現的 都是這個嘴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嘴 是代表 我們人的 人家 跟他的受用 我們 就是 我們婦女 透過 這個 使命 這個人 一個人 叩頭 這個名 你就是一定 要 欠虛 欠虛 來 給他 好好 傳承 這樣 做使命 那麼 要做好 使命 或是跟一般 天命不一樣 你使命做好 我們就做 頭一個 基本 基本 全部是生命 生命而已 一般都是生命 提升到使命 就是 我為到別人的利益 跟福利 我來做好 像我們這人 人 我們不是為到自己 我們為到 做全國 台灣所有的人 驚順的幸福 所以我們就是 生為 使命 使命 使命是什麼 道德 觀念 做基礎 我們做道德 來傳承 然後留給後代 主身 那麼你如果是使命做得好 我們就變成有天命 那麼天命 我們可以 精神最好就是 在天神方面 晉身為 不是只有生命而已 使命在晉身 變成天命 那麼天命 每一個人 像我們秘書長 這個就是有天命 不但有師命 他的晉身 他有去做 變成天命 將來他會更好 因為他的靈魂他會提升 提升為墮落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男朋友 男朋友 有的就是 因人而異 以為隨意而安 為雄心婆婆 就是家庭性 還有這個思業性的 男朋友 每一個人不同 基源來這裡 每個是思業性的 比較少 我們思業性的 我們就是說,不是要顧家庭而已 我們一定還要走出社會 為這個社會跟國家來付出 我們要有這個價格觀 我們跟個性來你的資質 資質才能、價值觀、家庭的條件 跟社會經驗、因素有關 就是說你一個人在家庭出事 跟你的環境所有來影響自己的因素 所以台灣民政府 讓我們身心健康的女人施展才能的平台 人人也不例外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參加民政府的輔助 這是一個讓我們很好的施展 你的才能的平台 我們女人 女人的同心也不例外 他們家 今後我們就是要提醒自己 防範未來 每一句話 你一定要遵守 舉動務必得當 做一個在職場 持奔一片天地 了不起的女人 不僅是外表漂亮 一個女人外表漂亮 跟持家 這是一個賢慧的女人 這不是旧社會方向的 女人的才有才 無財變適得 這是一個鬥兵 以前說他 女人都住在家 都不在寧 那就是很好的道德 這樣意思 現在不一樣 女人才幹還是得 現在現本是 女人一定要做出受惠 來為人民來服務 成功的女人 一個成功的女人 必須擁有自己快樂職場人生 踏入職場的那一刻 你就是注定告別平庸的自己 成就輝煌人生 你信儀態萬千 談吐要優雅 要說話變 辦事外妙氣質並重 美麗與智慧集於一身 做一個心女信 我認為說 男人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回去 我都跟大家交代 我們現在開始 都回去 一定要 每天穿著外表 一定要向大觀 我都建議大家 要走走走三遍 這樣我有成大觀嗎 你如果自己看起來 沒有成大觀 別人看起來會成大觀 外表很重要 那個是第一印象 所以 我們下次再碰面的時候 就是直前訓練 每一個人來 我要看到 都有成大觀 這樣就是有合格 你讓別人看 親親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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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猜猜猜猜猜猜 這樣人家會自己尊重 不是說叫你們結一塊 像大到不穿妄猜猜猜猜 不是這樣 也是要和愛可親 來 就是說 我們人就是從現在開始變 要蛻變 要蛻變 要升級 我們一定提升 從工作 起步 站好腳跟 到優秀 這是一個 越容易蛻變的過程 當然是不斷的自我發展 自我超越 只是修 修煉過程要克服一切的困難 這是善業成就 絕不是用金錢來衡量 就是說 為你現在開始 我們一舉一動 每天你要提醒你自己 我現在就是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我是政務官 我不是過期的我 所以你注意久了 學習久了 你自然而談 而然你的儀態會萬千 你的神奇會不一樣 要相信嗎 像我這樣 那有稍微有性 有嗎 人家說嫁 如果嫁子也會性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是嫁 我們是真的 所以一定要裝扮 在職場上 充滿波折 時時次處都有可能遭到暗傷 有可能是來自於別人的臨槍案件 也可能是自己師父守住 你不能改變 只指別人唯一 你可以改變自己 必須磨品自己的臨腳適應環境 或許是提升自己去應對 你需謹慎對待 有很多禁忌 是你要遠離 對於民槍案件 要清楚的認識 進而果斷地避免危險 深層的晉智慧 這個快樂自信的達人 這很重要 人家說有人的所在 就有社會 對不對 你們現在來 我們畢業以後 我們要進去我們的酒保 對不對 為了要去滾保 對不對 那麼 有人群的地方 我們就需要來保護自己 但 避免受到傷害 我們自己 妹妹咬咬咬 自己要生 不好好生 像我呢 我現在 我可以跟你們說 你們少年要試試看 都可以 你們如果跟我妹 我絕對不會蓋你們小妹 你們要相信嗎 我有連告那個工夫 他們怎麼 小妹 會把我的細胞 細菌吃我不好 所以 甚至你們跟我妹 我會再去倒一個咖啡 給你們吃 不是說叫你們是非不敏 但是是非要敏 不一定要對立 不一定要爭斗 我們可以說兄弟來 我說清楚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不要這樣 如果對方 不一直跟你攻擊 要攻擊呢 你就閃到旁邊 他自己就打下去了 對不對 我們要學好怎麼樣 要怎麼閃 要怎麼閃 絕對不要跟人家對立 跟人家對立 你很快就會下場 就要落台了 你知道嗎 你去一去 去到團體 就跟人家完結 絕對就住不久了 我說的這個 賺很多錢 因為你們幾乎一個月 就幾乎多少 如果幾乎一個月 就幾乎多少 對不對 你如果想到薪水 你就要想我 不用請我 但是想說 我幾乎一個月 沒有跟人家完結 沒有下台 這也是郭會長 會說的這句語音 所以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深層的智慧 我們這個智慧是什麼 知識不等的智慧 知識是說 你們家如果有錢 你有機會 你去學習 那就有知識 那麼智慧 叫什麼 叫RQ RQ是什麼 就是判斷 判斷 我們就是說 你要怎麼應對這個功夫 那有知知悲 知悲 知悲是有 有的人是先天 以生俱來 有的是經過 你的歷練而來 我們如果歷練 所以我們秘書長說 所有人愛台灣的 來台灣民政府 我們不一定重視 你的學問 我們重視你什麼 重視你的經驗 你的經歷比學歷還重要 所以你如果有經過 普通的人 都比較成熟 他的智慧會啟發出來 所以我們要 做一個快樂自信的達人 我們如果 我說過這些功夫 你都練得好 十八八五八 練得好 腳要刷就知道 沒有一個人會幫你討論 你知道嗎 我們說良心做事 人在做天在看 絕對 真的安穩 我們不要旁邊走到 投機其巧 來 我們的形象就是 我們的資本 我們喔 形象是 你一世人的 你一定要端磚得體 端磚得體 就是像我這樣穿乾淨 綠露就好了 不要爭到這樣出來 像一張聖誕樹這樣有嗎 亮晶晶這樣喔 這樣喔 所以說 愛美 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結果 想 不要爭到太過嚴重 不要說不受便服 所以說 一定要這個生 來塑造好形象 就是成為自己的 烈金字招牌 以誠信 對待別人 對待別人 來打動 還有 別才能 風平日 浪靜 和平相處 就是說 你若是打扮適度 對人有幸福 對別人有親切 你跟別人一定 可以相處得很好 所以說 如果 我們這段的社會 要做到這樣很困難 但是我們要盡量去做 就是說 如果要打人 我們就不要打人 不要接他 不要接他 不要接他就沒事情了 如果有事情 我們 找別人 來幫人協助 找別人協助 我們就沒有危機 來移動 修養 我們的服裝 剛才說過 要端裝 有曲線 不要爭到過度 主意形象 自己 要有實 實力 不減分 要知道 也要配好 才能做到相信貴子 永遠不能服侍形象 古人說 人要衣裝 佛要精裝 佛要精裝 你如果想說 今天 你 我們比喻 你如果在做花火 做風帝 那會不會穿路仔 什麼出來 會嗎 所以 人生事 是事 我們也是像在做火 今天 你要裝扮 你是什麼角色 你一定要裝扮 得出來 形象 一定要適當 你如果是說 欸 我 就要做 路仔 就好 你就都穿路仔 什麼 要做風帝 你一定要穿風帝 什麼 才像樣 所以 我們說 人生事事 那麼 我們 政府 國家 是一個 大舞台 讓你來演 你演什麼角色 你自己要有心理的準備 我今天要來做酒店 做副酒店 我要做軍修 那就是我要做議員 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然後你的職前訓練要趕快 因為我們這樣要執政 已經共賣不服了 你一定要自己 趕快來準備好心理 那麼 我們就是說 一個賣 好的賣 你如果是配到賣的案 也不好 比較說 我們的外表也好 就是說 你如果你很有才能的人 太客氣 你其實你的職業可以做到酒店 你不願意付出 你不願意 我就 親切來 我做寫得 一定要有擔當 我們現在就是要勇往職前 我們就可以說 來替台灣民政部隊 台灣人來付出 這點 所以配好安 然後來進行 我們把我們的雄心壯志 自己奉獻給台灣民政府 台灣所有的人民 才可以過到平安快樂幸福的日子 我們一定都有這個志願才來 但是 有的人不去 注意這麼多細節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們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來 我們這個女強人 一般外面 都是說明書說女強人 女強人 我們都是這樣恰伯伯那個行 對不對 我說我們不要做女強人 我們做強女人 我們很強 但是標明不要讓他們看說我們恰伯伯 所以我們就做強女人 不是女強人不一樣 強勢會讓別人有壓抑 強女人儘管她是很強勢 但是她的心態 而不是姿態 就是心態 像我 我都自己一直很健康 很堅強 碰到困難 我都去一一突破 那叫做強女人 不是只有我的表情 逼姿勢 讓人這樣一看就 好 你絕對不可以蓋到我 你不知道我穿幾乎的嗎 不是這個姿勢 就是由內心來健康 去努力 這樣就可以 所以人人要力 力爭強女人 只有如此才能 獨立而且有自信來成就自己 不妄圖改變環境來適合你自己 而要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 才能得到上師同事下師的歡迎 所以做一個女人 尤其台灣的女人 我都有感受到 我們出去 因為我們過去的這個時薪 我們的時俗 男人都比較優勢 我們台灣人就是大男人比較多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一般的男人都會 看比較沒趣 女人的 還是他們 我們燒爬就輸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 一定看女人的軟軟 軟軟 我們自己也不能說 你看這樣不對 我們也不需要跟他較量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自己來改變自己 你這裡可以適應這個環境 你不可能來改變整個環境來適應你 我們會上師跟董事跟我們的保障 如果呢 我說一個例子就好 我 下面的人 女人 都這樣 這幾個很大腿 大肩子很大的也很大腿 大生的人也很大腿 為什麼 他會一直跟著我 是因為我們非常謙卑 我們不會說 我是 我是 搶女人 我們 不可以做 很囂張的動作跟對待 所以 當 女人 你又做多大 他也願意 來扶持你 甚至 我們的上司 為什麼要用你這個老女人 他也看你 真正有認真 他有認同 你所作所為 那麼上司也會賞識你 那麼不時會對你好 所以說 我們女人比較辛苦 要讓上司看得去 還要讓保障的尊重力 那麼你一定要注意到你自己的行為 一定要謙卑 然後要誠心誠意 這樣才會得到雙方 誠上其下才會勝利 很重要對不對 但是不是男人 我想男人也一樣 你一定要有本書 你一定要讓他看起來會開心 對不對 讓別人來賞識你 這很重要 因為那些薪水 有可能是一個十萬 一個二十萬 很重要 你的角色辦得好 你的能力再加辦 或是本來你會領十萬而已 你會變二十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工夫一定要練 這很重要 來美貌 女人的美貌 是政府男人也是 但是一般就是說 女人跟女人當中 這個上司有敵意 讓你認識 擁有競爭 只有提升 工作涅寒素養 讓自己要有能力 才在職場安穩 就是說伯伯 如果想說我 我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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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也是女婦的 我是賣 你如果遇到一個 比較不會的 要怎麼說 比較沒有說 度量很大的 你 西雄 很多地方表現都比你上司 還優秀的話 你優秀你也要謙卑 要尊重你的上司 那如果沒有 有可能就會受到上司 這很重要 女婦人就可以了 不要說女婦人 所以說 你的上司如果說 穿一支是阿媽妹的 20萬 我們的專院長都穿阿媽妹的 我都跟他說 我穿這支 500塊而已 你不能去說 他說他一支5萬 你說我的6萬 你報死的 所以 我們不要一定說 要比別人更穿 這樣 你要保有你的能力 實力就好了 這就是可以 在職場上闖出一片天 我們一定 不可以讓我們的中間 感覺有壓力 這是很重要 那就是一種的尊重 這個尊重 這個尊重 我講過 有人的地方 就有尊重 有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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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避免介入爭鬥 那麼你就要被犧牲掉 被淘汰 這很可怕 因為 我們不要 人家說是非 還是別人有爭鬥 我們不要 盡量不要介入 你要有能力 把他們 緩和 還是 跟他們緣合 如果沒有 你就要避免 你說這個不對 那個不開心 你說這個不對 那個不開心 除非你有能力 叫來你們兩人都中中 都中是我不對 我是這樣說 你們兩人不要再說了 你們兩人都中中 是都中我不對 我跟你們會失禮好嗎 你們兩人率率的好嗎 我是很愛說笑 他們兩人也會 看我們的民主 抱歉對不對 你們兩人都中中 沒有你們是要再做什麼 不對 我就跟你們會失禮 如果會失禮就好 如果沒有他要繼續 要再繼續我們就三個拼了 有的人讓你不要說 說得越不開心 所以說要看情形而斷 如果被犧牲掉 有的人說公親變屬主 對不對 我們尾到別人 都要逢死頭 這樣會合嗎 不會合 所以 會說我們盡量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們不能被犧牲 被淘汰 這絕對不會合 來 我們就是說 喜怒不行於色 你人要克服感情 用事的習慣 努力 理智控制我們的情緒 告訴自己先平靜情緒再說話 你如果是受氣 怒氣沖沖去找同事來上知 論可能無法溝通 或果不堪設想 所以說 我們如果有事情發生的事 就是一定 人說 要看人的面相 有啦 一定 你要照顧他 談判或是 要找他 講事情 一定要看那個人的心情好 不好 不然你的 好過都不太好 無法溝通 又見到 沒有好的效果出來 我們就是說 女性的 會都比較親世化 如果一世人我就不知道 我生育五十幾年 行育五十幾年 很多女性說 我今天 我好朋友來 你們都要跟我比較注意 好像他很大對不對 好朋友來 你們知道嗎 說他愛心來的時候 脾氣都很壞 請他老公要 散一邊 那藉酒花風 身體不舒服是有命 你如果有受用的人 多艱苦 我在凡宅 打太多 有受用的人 打扮多嚴重 戀愛就不愛 有擔當 不然 膀子打到就愛到你 聽不懂 很少 你知道嗎 我愛到大聲聲 所以說 那就是一個人的忍受度 一定要夠 那 現在 就是說 女孩子 情緒控管 一定要比較好 因為女孩子 比較感情勇士 所以 我們要提醒所有的同心 女人 不要感情勇士 因為我們辦公室 要以你來處理 不要 用感情來處理 用感情 像現在 中華民國 是不是你們都用感情 在說的 用政治在說 他們有照理有在來 所以做起來都太大事 沒有一個好的事情 所以說 我們人 缺繫是美得 過於缺繫 讓別人感覺太缺繫 心微不擔當 然後 你過度缺繫 演變成一種自卑 久而久之 侵蝕到你的自信心 本來你很優秀 變成 無進展 一無所有 不必知己一把 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那麼優秀 我們就是說 我們現在接到的新環境 新的事件 我們一定要自己試著去做 試著做 有一個童心 也是說 我只能做美髮而已 我現在做我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好嗎 所以 我們每一個人 所做的事情 都是第一次 只要你有心去學習 你想做什麼 你就做得來 一定要有這個保握 每一邊 你像說我粗粗 在開刀房的時候 隨意不到一個小孩 在樓上這樣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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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用噴的 用噴的 那是第一次我進開刀房 所有的景象 我那 吹芋圓一直流出來 一直吞 一直吞 那就是在要噴氣了 我也是說 一定要給他救得好 一定要給他救得好 這個趕快沒有機會 不行 你的心態 就可以去 抵止你 那種恐懼 所以 突破一次以後 看要掛隊一堆 我都也不怕 你知道嗎 不然我會 粗粗的 又長過開刀房 沒有 像女孩子生孩子 有人說生孩子 都有經驗 還來生嗎 沒有 做總統 有人做過 我就做過 我才來做 所以 所有的事情 人家說吃到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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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要學 你要學習 什麼都會 要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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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 要做 要做 要研究一個方法 所有的事情 是來自於方法 你 所有 要做什麼 方法 在哪裡 你要生 方法不是生 做看看 好 比我 以前 我 剛好 住白癌的事 有發現台灣人 跟 中國人 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中國人 一直檢查 所有的檢查 之後 才去找醫生 我要吃什麼藥 台灣人 不是 一直吃藥 吃到都不好 我現在來檢查 看我是什麼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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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那就是說 沒有 是怎麼人 有辦法來跟 那邊 方法 台灣人 都用事 去找方法 你知道嗎 這樣不對 一定 你 要去接觸 職位也好 要做一件事情 你先去找專家 研究 這個方法是怎樣 那麼你去做 絕對順順利利 你知道方法了 你就 這樣按部就班去做 大家都會做得很好 要相信嗎 不要說 我一直試一直試 就都做不來 每個人都去弄拼 弄到大空了 才來問說 這要怎麼做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你已經被人家看扁了 很重要 對不對 我 我 我 很古早 我就有這個習慣 我都跟他們說 凡事要找專家 你不是說 你打拼去問一個 插拼的說 我是什麼拼 對不對 那個最好的比喻 對不對 你去找專家 問好方法之後 什麼都可以做得來 有相信嗎 有 所以說 我們一定 要逼自己一點 我認真 會做專家 我來做個滾手 我來做個議員 我來做什麼 我來發肥看看 那不 方法是什麼 你相信 我們做過的人 先問一下 你是怎麼做的 所以你就會做得來 做得來 做你才會知道 說你就是這麼優秀 沒有做過你才會知道 說你不會憲 都也會憲 有人說 我就不會憲 結果 不會憲生的 結果生的 有夠漂亮 比人生的比較漂亮 對不對 對 那也不一定 天真坦率 坦誠固然很好 可以避免不給別人有機會可乘 容易被別人打敗 這就是說 我們有人的所在 你的坦誠 我們人 不要說的 妹妹的格格 很神秘 但是你也不必說 把你的秘密公開儀式 上一期 有一個我們的學員 很顧欠 他如果記得人 就開始說 我小時候就很壞 我就都不認識 一直說 一直說 記得人就說這句 我發現他 講了三四個 都講這種話 也不必要 我們有討論 沒有討論 我們不需要 跟別人都報告 對不對 不要說假老 我是破鬼破的 不要這樣就好 但是沒有討論 沒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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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是收容得夠好 還賺很多錢 但是他的賣處就是 看到 很坦誠 我們小時候有夠壞名 都沒有討論 都沒有討論 多辛苦 都多辛苦 都一直說這個 尤其是董事 或是說朋友 陌生的朋友 我們不一定把我們的缺點 來跟別人說 跟別人說 跟別人說之後 有機可乘 這就是你的死角 你的死角 後來的人要跟你攻擊 就針對這一點 所以我們不一定說 要躺成 把你全部家裡的事情都搬出來講 所以 那是很重要 讓人 不要說高深莫測 看起來 你這樣 不可一試 不要讓人 感覺這樣 但是也不一定要坦誠到這個程度 必然別人有機可乘 人 後來要攻擊你 他就針對那一點 跟你攻擊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裡面很多人 幾乎說 不要說 邪運的問題 我們也不必一位 去到處就跟報告一下 有的人不認識 你不知道生意多漂亮 有這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不一定 欠虛到那個程度 容易被別人打敗 所以你的缺點 不要再暴露 一定要有點神秘 不要過度神秘就好 那就是要保護自己 人是最大的靠山是自己 現在像男人 我們很多 我們父女的動心 會很有幸福 但是想想說 這有嗎 想想說 我看看 做這很麻煩 我看我老公就有薪水 所以沒有我冷庫 我老公也有在台灣民政府 老公說 他的薪水很高 我冷庫住房子就好 我有遇到一個 我們的 中央參議員的母 我一個角鼓勵說要來上課 不用我嫁公子就要吃公子 我老公去賺桌 拜託你自己賺桌 營料比較順序 不是 嫁公子就是要吃公子 因為他欠麻煩 他去賺錢很麻煩 老公是最好 但是有一天沒有老公的事 就不好 還是靠自己比較穩 靠山 山會倒 對不對 所以說 理人 一定要靠近一點 不要說老公 都總來民政府 老公在賺就好了 我們也有我們的 一份責任 還要去請 你如果人 不要說怎樣 吃飽浪費時間 浪費生命 吃飽說怎樣 去那個 丹氏公園 丹氏而已 這樣也沒有意義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一天 努力一天 付出一天 一定 比較有意義的 來 捍衛 維護自己 我說這都很重要 女人 來 你必須要 他人 必 不會有意 而且是要 講人情的地方 給你 人家好處 你 人家 不一定 手下留情 善良是好 但 灰 在任何場合 都是優美 面對不同的人時 你就是採取不同的策略 我今天 要講的這裡 不是在把你們 奉獲驚 你知道這很重要嗎 因為一定有這個事情 所以 你對人很忍住 但是 對著的人 不一定 對你很有意 你對他好 他不一定對你 有疑人 這是必然的 我們現在尤其 讓中國人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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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什麼地方 都不一定 所以 我們人就是 以前 古早話說一句 什麼 Ke 人 公 人 話 He 拿走 你head 所以你要懂得來應對 這種什麼人你看清楚 之後你才有辦法跟他相處 你沒辦法去了解他的時候 沒辦法跟他相處 那麼你對壞人好 表演可以 你不能提醒他去做壞 你這樣追加一等 人就是說 如果你限量去街道三天沒關係 你如果獲得你就是放送 放送最佳一等 但是到最後 他會害別人也會害我們 所以你要先邊說打下去打下去 比較沒問題 要懂得保護自己 我們現在這個人際關係非常重要 我們來隨身附和千萬別成為習慣 就是說 拍馬屁的人多不多 所以你為了跟上司站在同一條線 你永遠都忠實 但是別想和要私底下去提醒上司 做好正確領導方向和決策 上司的失敗 批夫有責 要做上司的好幫手 畢竟工作生命共同體 但不能主揮或勉強上司 不能忘記你的本身的身份 或意見太多 你就是說 那可就吃力不討好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尊重我們的定時 沒有錯 但是不要過度拍馬屁 沒有好那好 你說100分好 10分好你說100分好 導致你上司的政策 如果他如果不對 你又不敢去提醒 你如果要提醒 你不要大眾之上 跟上司說 你那個不對 我用這樣比較對 你報沒頭路 是不是一定要適當的場合 可以說私底下 又再要完轉 你不能選到他剛才問4班 在討厭的時候 去跟他談論這個問題 這樣幫不上忙 反而害到自己 所以說 上司 是跟我們共同體 你像說一個酒店 或一個軍修 他的政策不對 他的方法不對 那麼 你不可以直接把鴨肉 他在地歪去 在地歪去是害到我們大家 不過你要怎樣 他把他糾正 不是刺罵他 也不是在大眾之前 去把他批評 他就是私底下說 好 你有夠厲害 你做到每一項都很好 不再 那不再 這一點點 你如果再改變一下 我看就比較好 他如果聽下去 我們就聽 聽不懂 是 別人說會聽 那個人去跟他講 一定不能說 這樣 隨隨便便 每一項都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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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因為人不是神 每一個人的想法 都會有偏差的時候 你如果是每一項都說好 只要你的上司 你每天都說他 每一項都說好 一定不會進步 是不是這樣 但是你要說 就是一定要技巧 要技巧 不然會受傷自己 來 沒有意見 所值無措 完全失去 幹練的形象 可以 試著 獨立去解決問題 即使 最終結果 不是理想 也是 得到鍛鍊 只要有心 就找得到竅門 如果你 只是 一味 一味的 尋求別人的幫助 使問題解決 自己沒有進步 給大腦一個思考的空間 現在就是說 我們做一個官員 做一個主管 你要有擔當 你不能 沒有自信 每一項都去問人 問人 可以做參考 但是第一個時間 你要學好 應對的能力 你若是沒有 你 應求依賴別人 你永遠不會成長 所以說 很多人這樣 對不對 那些人 比較軟身 做主管 是不是 都沒有擔當 要解決 解決的時候 他不要解決 所以這樣 你就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所以 我們有到 事情 你一定要有擔當 有擔當之後 你 應對能力 一邊 兩邊 三邊 過去 你做好應對 那就是我們的 判斷能力 就是 大腦的操作 我們一定要 給他有思考空間 我們思考好了 你做好 劫策 這樣 人家才會說 你這個主管 有欺負 有淡當 沒有淡當的 不好的都說別人 好的都說自己 這樣 人家絕對不會學到 這樣你就是做不下去 來 抱怨不離口 給自己樹立 這 怨婦的形象 抱怨 無用 沉默是真 讓 人覺得你很難相處 無人願意聽你 別人 別人無休止的抱怨 怨天有忍不如 奮力改善 或改變自己 就是說 以前我就會這樣 每天受到委屈 一定 一直說 一直說 因為我們要折返 我們的情緒 所以每人 受到 撤折的時候 都一直不要亂 一直不要亂 這樣就是說 別人會覺得你很煩 你自己的事情 垃圾不要一定 道給別人 我現在改善很多了 我以前 看到人我就會說 我會說 好 現在怎樣 我覺得這樣不好 所以這條也很重要 人沒有時間 每天聽你聽 在那裡 抱怨 抱怨 也不會改善 所以說如果你 不滿或是牢騷 要做好選擇 要嘛就離開 到別的地方去 宣洩情緒 或者留下來 停止無端的抱怨 要抱怨不休 不如改變自己 就是說 當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一直 不要亂是無用 別人是不去聽你的 你就是要改變自己 你是要離開那個地方 你現在 逐實吃你要點點就好 做一個了結 因為 一個人群裡面 一定會碰到這樣的事情 這樣你要相信嗎 都有這個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是一直 他要改變別人 別人 別人就不聽你的 你一定 唷唷就會出來 那麼 出來 你要選好 又再 繼續來 喝來 那時候是要離開 但是 我們就是 說什麼 有人 如果民政府 遇到一點點的挫折 他就離開 太可惜 為什麼我要說 我們就是 說什麼 你要 一定不斷的提升自己 你的耐性有多高 你的成就就有多高 你有辦法喝來多少 我們看大目標 因為每一個人 我們相處 包括我們的秘書長 我說他是神 他做的事情 都不是人做得到的工作 他有辦法 一步一腳印 這樣 我們台灣 所有愛台灣的人 十年了 已經十年了 非常艱辛 他真的還是做得很辛苦 好剛才他現在有一個夫人 來做幫手 我說這是老天爺 送給你的 他這麼辛苦 老天爺派一個天使 來幫他倒三天 那麼會減輕他一點點壓力 幫助他 很多 我們的夫人也蠻聰明 所以說 這不是 真正在學會 我們看在眼裡 不然以前 所有的事情都在丟 實在是很辛苦 我們看在眼裡 也是很不甘 我們大家就是說 要認真 如果裡面有事情 我們是放在一邊 我們以台灣民政府 我們要執政為目的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看這而已 不要去看那裡 另外那裡 哩哩哩的事情 那都沒有要緊 我們就說 別面的秘密 不是自己的麵包 有的人很愛聽八卦 對不對 現在還有一句話在流行 說喝咖啡 彈四輝 對不對 現在的人很無聊 是怎樣 因為社會 沒有讓我們希望 你說要做牛 也沒有 沒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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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 很無聊 只好喝咖啡 彈四輝 這樣浪費我們很多生命 所以說 我們 如果是老闆的秘密 我們可以賭 就不必問 除非他要分 讓我們分優 跟自己毫無關係 知道別人的機密 反而麻煩更多 別人的隱私 只能聽不能轉 然後更不能打聽別人的隱私 成為一種習慣 像我 我就有一個好處 我跟妳熟悉 我絕對不問說 妳沒有這 妳怕什麼 幾個關心可以 不要問人的秘密 妳知道太多 我們壓力會太多 尤其是上司 我們的上司的秘密 他如果不想讓妳知道 因為妳無法去擔當 而且萬一 你上司讓妳知道的消息 妳不能去轉 他如果不想讓妳公開的事情 妳不能拿出去外面說 這是很重要的 遵守的原因 所以妳如果是知道 別人的秘密的事 有一天 他跟這個說 跟那個說 跟那個說 流出去 變負面 那妳也是有聽到其中一個 有可能 我們就會跟完翁說 還是妳出去說的 所以 盡量 我如果人不想讓我知道的事情 我都總不想 本大跟他聽 這樣對不對 我們不要骨頭聽 會很要聽八卦 好 要探聽這個人 怎麼怎麼 很多 是很多這種人 我們不要做那種人 我們 要扮比較清 扮比較硬 不要知道太多 我們比較沒問題 好,來 處處找藉口 就是說 不敢擔當責任 反而 這個勇於承擔責任 是自己 變優秀的法寶 工作中 出現失誤太多 人總會找藉口 而且是 自身找原因 一旦成為習慣 工作變成沒效率 找方法比找 藉口更容易成功 所以 我們台灣人 最多 說得很硬 永遠不認錯 對不對 日本人的好處 這點我認為 他們很成功 不論怎麼 都說五分之一 不論 生中不中 他先把你承擔責任 我 這樣在路上 看到 在走路的人 車 撞不離 海醫擲擲擲 你知道嗎 擲擲的人 擲擲擲擲擲 擲擲擲的人 你看我在 dad 訴 我剛剛過的期間 它 ц On prized 你將你翻過來 你把它擲擲擱擲擲 護擲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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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擲 麻糬少害你塞車沒方便 害你這樣撞起來 我們台灣人你敢不找有這種的 絕對沒有在賭起來就這樣散出金了對不對 就一直買一直買就 要公錢不吃藥了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這一定要改 我曾經看10幾台車過 到那裡沒人家在那裡救 這是怎樣 我們人身已經 變成沒那一個人 都非常恐懼而且沒有信心 你去強求會導致怎樣 麻煩一堆啦 為什麼會麻煩 因為每一個人都 已經不是人都很恐怖 都沒有在說良心話說錢而已 說利益而已 他找沒有人來賭相親才給他 他也要給他財政 我就有罰一個退休的警察 他去強求好像發言情有夠多便 沒錢我又來感謝 說要負多少錢 他撞到的就是 現在在事 警察 風山警察會沒有 警察跟警察撞到警員 警員又說 一定他給我撞來 不然他怎麼會要來給我撞 人家的車是 撞到那邊 撞一連 這樣走來 耶穌陰拗 但是他在這個 比較有管理 一定要背上 這樣有恐怖嗎 我們絕對要改進 如果 台灣人民這種心 沒有負責 這個心 如果沒有改變 什麼時候會碰到自己 就說不定 對不對 當時我們自己的人也不一定 你要怎樣 你就是要這樣 變無人求 失手 可笑這個生命 是怎麼導致這樣 社會 讓大家都壞掉了 就是敲直感的心理 我們一定 不能有這樣的社會 這樣一定會滅亡 我們民族 這個 民族的 素養不夠 道德觀念不夠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 我們的基本 做人條件 如果不夠 我們要怎麼做官 是不是 一定要 正常 就這些觀念要有 一山還有一山高 以為別人不如自己 能力強的人 也惜 千萬不要目中無人 或者不久 很快被大家來 輸遠或超越 被超越的下場 也是將 十分難堪 所以說 我們就是 你 忘記 什麼都是我省而已 很多人這樣對不對 都是我最厲害 我最大 尤其台灣 我在日本 小孩 出入三四十年 我感覺人的好處 有夠多 那就是 小時候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在哪裡 媽媽很重要 為什麼 秘書長給我 想三個月 想這塊給我 我是說還可以啦 我真正很注重 這一個七塊 因為我們 世上 我們的教育 父母親 就很嚴格 我在日本 我從小時候 我是 在天子教 醫院上班 所以 我收入 新婦 這 大 在規矩上 可以說學會比較多 在日本出入三四十年 我感覺人的教育 真的跟我們不一樣 那麼我們過去 我們也日本人 你都有聽 阿公阿嬤 說以前不要怪問 都沒有差辣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 蓋那個夢白 背了 水膏幫我拿了 這是去學會 一個差辣國 是不是 所以 我們 為我們民政府 我們這麼幹活做去 我們一定要傳承 把所有人 人心來改變 不然我們家裡 說到這樣 笑死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民主 你們台灣這樣 跟夢白 背了 夢的夢 天啊做的也背了了 你們知道 這說家裡 也不行 那個壞習慣 中華民國來了 教了我們七十年 但是我們要清醒過來 我們要向日本來學習 我們將來 我們也是日本這個土地 不管是邦聯 聯邦 我們是真正的日本臣民 所以我們一定 整個基地要真好 要不要讓日本人感興起陷 對不對 不然日本人說 你要做我的樣子 你這種的 那人不會嗎 沒有 所以說 我們一定 如果自己 因為你都很厲害 目中無人 你如果不是給人 所願 就人不在乎你了 比你自己很孤獨 還有2000還是他 跟你 超過了嘛 超越你的 你就會 非常難堪 心理 非常難受 我們一定 不能這樣 你若是自己有 顧欠 我們時尚有 向別人 來學習 會心 你一定會進步 你進步 別人也進步 人家永遠 不會把你代替 所以你若沒有 人家說不進則退嘛 所以說你若沒有進步 一定退 哪一天你的職位 被別人取代掉 你心裡會很難過 我在這裡 若是阿公阿嬤的外面 弟弟說我希望 每一個人 每一天一天 都一定有進步 而且做得安穩 薪水領越多 吃到百里花 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來 就是說 上司是永遠是花光體 就是說 不能在職場殺野 耍老當 大公司也是一樣 你的 你家 的親人 都是要包容 你同事憑什麼 買你的帳 你如果 搶了他的風頭 那你 大不盡 沒有 循規道局 上下不分 哪怕 功高震主 不論 古代到現在 都是犯大忌 說吃不了 舵著走 認為自己比喪失 有能力 是最大的笨人 所以說 不可以在上司的 頂管 西上 電力的 荷工夫 就是 鯊魚 這是犯大忌 我們 西上 會去遇到 喪失 比你更慘 因為人家 福報 更大 你不能 不承認 這個是事實 但是我們不能 去跟他說 去跟他 就是不能 贈主 那麼 你要用 的方法 我們 生命共同體 如果 是怎樣 我們的贈主倫理 就是 像我們這個 比較纖綿 不過我們 福報比較大 我們比較早 要說我們福報比較大 也不對 我們是 要來打基礎 你們是福報比較大 我們基礎打好了 你們這樣 他也接手 不是我們比較厲害 但是你 遇到比較纖綿 大生意外 人家要怎樣 你就是 你 私底下 慢慢提醒他 然後你來替他做 做他會看 我 你做這個比我更好 他如果要民主 沒有跟你學會 也沒關係 但是 他也會慢慢來進步 我們不一定要 要講 所以 這很重要 如果沒有 我以前都說比較難聽 如果沒有 黏稠沒頭路 對不對 我們就是 一定要注意 這個 就是我們台灣的萬德拉 這個 這尊你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要 跟上他的腳步 跟上他的腳步 我們的目標一致 我都說 秘書長 你就是 我們黑人的萬德拉 是那個 我們不是 我們的萬德拉 就是這尊 跟著他的腳步 一定要勇往直前 我們絕對一定成功 所以 我們要搶勞 而不搶功 就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 來搶 來搶 做 但是 很多反叛分子 他都沒想到 這條是他發明的 顧美國 他說 判決 名字也是他 有人說 哇 賣碗湯而已 說他們還可以出去 你會向我們也會向 你會向 民政府 我們也要 民政府 說伊拉克的隊 每一個 民政府都很大隊 對不對 很多人問 我們民政府那大隊 我們 會給別人接 我跟妳講 絕對不會 因為 美國 也是我們的萬德拉 去告他 他才知道 他要自己 重新回來佔領 剛好他要重返亞洲 他的基地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 所以他就 到了以後 他把所有的戰爭法 國際法 提出 所有的看研究 他才知道 要說 這樣好 一個中國 他們這裡也都說要一個中國 啊 是他們的民進黨的 中華民國 民進黨 說 我們沒有愛 旁邊說一邊一國 都不可以 要獨立也不可以 國際法裡面講的 但是 他們要一種 美國就 負荷他 成全他去簽 ECFA 他就簽了 是和平條約 就變一國了 所以 歐巴馬 也是去跟習近平統帝 你們要再在內建 因為你們要再一個 不太孫子在外面 在搖亂 你們不太合作說 要多少飛彈對著台灣 你們要先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所以他們這裡出一個平壇 10天公公 他們也是很麻煩 所以這樣 給他們一個地方 不需要讓他使命走 那個叫濫民區 我們以前都跟他說農民 所以他們回去後,我們就平靜了 不過他們這時候都這樣 盡量在比賽車,水電什麼都漲 沒有人可以管住他 我們是沒關係,我跟大家說 外老爬也爬到他回的那天而已 我們台灣的釣魚台油溝燙到一天 冠電,是我們台南做的 後來要對我們台南酒比較好一點 我是高雄人,以前我是高雄的副酒店 但是台南比較少人 我也看到醬油的民主 說笑啦,說笑啦 所以趕到冠電 現在說風吹的是,美國不要讓他 比重當比較多啦 過去是怎麼不知道 因為以前的衛星沒辦法照到 以前照到4000公斤而已 現在美國的衛星 在兩年前就照到6000公斤 去照到油溝 現在很乖,這樣我們 結束生了對不對 我們三十九級 這個愛知荷蘭就是他們 日本的前國防部長 就來了 來研究之後,我們秘書長跟他說 你安倍晉三對我們比較好 所以就要叫安倍晉三起來 安倍晉三起來之後 歐巴馬就造建,就跟公國計劃 敬國神社 我們為日本犧牲的殷林去跟我們拜 就是標示 他已經跟我們民政府暗示說 我承認你是我的子孫啊 我們要認足歸中有望 來一個 現在來了 四月,今年四月二三 歐巴馬親身去皇宮裡面 去拜訪皇帝 那麼七月子,他就改憲法 把他的智慧隊變成軍隊 這樣 現在來了 很簡單 一步一步 現在這一步來了 皇帝他如果有管理 他的賠償金拿出來 你若是人買房買款要拿出來 沒有 你才可以說你的嘛 這邊的日本不是在說 免稅都給你買東西 還在協助 他有可能 現在很快就 再改他的憲法 他們的憲法改好 皇帝有管理 就是說 台灣這塊地就是我的 那時候就是我們執政的時候 很快對不對 對 所以有的人說看不到 我是看得清清楚楚 一步一步 有夠快 我們普通人 好像說亂來 要結婚 還來準備房子 還來冬店 比這個更慢 有的人欠說太慢 我說沒有你們 很快沒有來 這麼慢 我參加十年了 就不敢這樣 剛剛去辦 你剛才去辦 沒有他來 你如果先不要去辦 你敢去辦 你平一次 所以非常快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 所以我们现在又来的步骤是什么 秘书长一会就跟我说 美金要进来 那美金要进来 那个水器有水器的要把它满满的 没有感觉对不对 水器是不是都满满满的 你们知道吗 汇除条例 39个组织里面 有200幾個機構 行政院 還有外交部 什麼部 財政部 都全部 都出銷了這個事情 你們知道嗎 知道了 不知道的來 找我拿 廢除條例 八月分又取消相關 它的關係企業 就是國防部某某學校 學校那些也都在取消 把所有的都取消了 我們台灣完全沒有一方式 屬於中華民國管的 那時候我們就要接掌掙錢了 好嗎 差不多要知道了 現在老闆都換美國人 所以這個步驟是千真萬確 你去問中華人都不知道 不該說 不該說 不是黃市民 黃市民你們都知道嗎 黃市民是怎麼會破罪 因為那個單位要廢掉嘛 那發水器發最長的呢 一定要扳掉 沒辦法打人對不對 美國六月要去 他們三月三十一 全部都取消掉 再來有一個在那裡跳 跳到要下去的 就是張顯耀你知道嗎 張顯耀他那個 他那個單位敢還要 那個是兩岸的大使呢 兩岸跟我們什麼關係 美國不需要 你們就兩岸的和平啦嘛 和平條約就簽下去了 那就要叫兩岸的大使 那也不需要嘛 在這裡把我們的事情 又拿去跟中國說話而已 以外沒有什麼作用 所以一定要廢除掉 因為他不知道 馬英九干他的女朋友 不要讓他知道啦 所以他就 我又沒煩什麼作用 沒有代表錢才會使用 這樣子的現象 你要可以看出 美國是一步一步 把中華民國的權力全部取消了啦 這樣 大家有開心嗎 有信心嗎 有 有信心我們現在有個好 有個好說我們要搶公啦 所以說我們搶公就是說 現在大家要表現 可以做的盡量出來做就是搶 搶勞不搶公啦 搶勞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工作趕快唱來做 來表現 自表現齊公 學習民則保身 以操忌妒 要別人讓別人當著自己的人 並不是一舉兩得啦 要齊公啦 要學習民則 就是說你搶公了啦 我們現在是要搶勞不要搶公啦 你盡量去做 公了都讓別人沒關係 人 東邊的人都看得到 你在做什麼啦 你如果搶公的就會遭受到 這個不好的打擊啦 我們會給你嫉妒 以前我也會傻傻的 這個我可以做 趕快唱來做 不一定受人的反應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說 不在其位不母其事啊 你如果不是擇這位 你就不要去做那個工作 你不能跟人家全部無聊聊 我有看到我們的通信 現在說 嗯 這個酒店就 還沒來 他就對這裡都無聊解 我在這裡參加很久了 我都知道 所有的酒店的工作 都跟人家做了料料 這樣對不對 不對喔 那不是他的值錢 你應該跟酒店說 酒店這個你 怎麼樣 你來做 你提醒他就可以 不是說 來 這都讓我來 怎麼樣 副酒店也我幫你安排就好 什麼也我安排 我還要比酒店更厚 比酒店更大 他是骨頭沒壞他喔 沒壞他 但是這樣不對 他們別人看到說 他才會擺一擺的都擺他的人啊 人家也看了沒關係說 咦 他才會擺他擺 所以這樣子不對勁啦 所以我們如果不是在那個位 我們 一定不能去唱那個工作來做 我們可以把他當作 說 我跟你說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你比較不了解我跟你說 可以 你不可以你自己來執行 這換大劑喔 我們有很多喔 都是犯到這種的喔 他有好意嗎 很好意的 有骨頭沒 很骨頭 但是怎麼樣 效果相反啦 那就是怎麼樣 不抹幾季啦 他換了不抹幾季而已啦 他不是什麼不對啦 這樣啦 來 不做鋤頭鸟 人家說 彈打鋤頭鸟 鸟嘛 那頭如果吐出來都很方便 亦是喜歡衝在前面 做出比別人還厲害的架勢 好望脫穎而出 是每個人的心願 但如果是要出風頭 沒有把握往往給自己招來麻煩 就是說 你如果要出風頭 你要有把握 然後要適當 如果你如果沒辦法 會工作你唱來做 做得不好 你就被打壓下來 所以說不如不做啦 不如不做 所以我們現在處理在民政府的一舉一動 還有 你的言行啦 一定要謹慎 就是民責保身啦 你要顧好你自己的質位 你不要時常去犯錯 我從頭說到尾 都要你們 越多越久 越領越多 這樣好不好 不要 犯了很多 麻煩啦 犯了自己 有這個福報才撕掉 這樣就 嚇了麻煩啦 第一支是呈現啦 我們一定要 要謙虛 要低頭 在碰到別人錯誤時 當作沒有看到 沒事 沒事 那麼大家 認為你有風度 有修養 有得人 勞人處 且勞人的智慧 相反 如果你高調誠訊 發現一點點錯誤 大驚小怪 人家會覺得你沒有氣度 斤斤計較 別人會慢慢失言你 帶給你別人 他不好的印象 是自己的一大省思 絕對不能讓別人 人進階之道成為得罪人 布勒 不知道是自己是菜鳥 秉承低調做人的原則 民者保孫 不強吃頭 給自己帶來自命的危險 所以說 就是說怎麼 很多人 如果看到別人做不到的事 加油添醋 對不對 你可以說 別人做不到 你有方便 要協助他 來糾正他 要有技巧 無關你的事 如果你出面 去炫耀 或是去囂張去擴大宣傳 反而你會傷惹自己 別人做不到是別人的事 我們不需要去擴大宣傳 我們的感覺你沒方便 如果你可以包容 你不要去跟他選團 而且安慰鼓勵 然後給他方法 我們可以協助他來改進 這樣他會感謝你一世人 如果不感謝 那就算了 也不干我們的事 我們好事一樁協助別人 因為我們所有的同心 都是親兄弟 親姐妹 我們就是生命共同體 我們不需要一直去吐槽 這樣因為一個人做錯 我們都有傷害到大家 所以我們不能動作他的事 不是我們的事 我們一定要動作是我們自己的事 來無私以望我 日子可以留白 但千萬不要留一手 足有一部分放下的時候 才會變輕 人既然是為了學習與服務 就該親郎相受 教學相長 心量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這要做到 萬我 不貪與不計較 是一定會 一定要會的基本功夫 就是說我們 很多人說生氣壞的人 剛才要去壞 要問什麼 他都不需要幫你教 我們台灣人都說 逼香逼香逼香 逼到沒了都沒辦法補充 對不對 變逼賤 所以現在逼賤 要找人 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心想打開 不要去 怕別人逼人比較厚 如果有比較厚 我們一定要向他推薦 而且向他支持 讓他比我們更高 要有那個心想 如果 如果是人不扮 我們一定要 好力 向他教 別人說要留一手 因為很多人 就是不需要教 讓他去碰壁 才好把他夾起來 都有這種心理對不對 都這樣 我們台灣人這個派出一定要改 你若不欣賤 我賤我會的全補 給你會效 我們這裡會勤賤 我也是希望說 哪一天 還有一個比我更優秀 更年輕 他來做我這個 我不真的可以退我們山拿 在那看 我們這裡會減輕 你若別人都賣 而且你心不夠人家 而且你心不夠人家 你都不感覺 你擋擋一直會很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每一部分 每一部分 我們知道 把我們所有的動心 像我來分支會議 但是我絕對 我絕對 一定要跟人家說 要怎麼來 顧布新聞證 新聞證的好處 我們一定要說謊聽 你講完之後 人家就會來辦 一定要有方法 像一個說 他要不來上課 這個先生 這個中醫師 說他叫有夠多的人 我領工來請教方法 因為所有的成功就是在方法 他的方法是什麼 我們要 在中醫的 葵花寶典 我就是說 我都說我的武功秘籍 武功秘籍 人家說 司法人人不同對不對 所以我們如果跟研究到 各部都學起來 像我在特長醫 我每一個老師 我都拿地理去送他 他一世人學的中醫 最厚的那步都教給我 我如果學10個 我就比他們10個醫生更厚了 對不對 所以說 人人都是我輸 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老師 他那個佩補 我們就是不孝順 我們一定要去學習 所以說 我們就是說 忘記簿畢條的 畢條的說沒要 沒要感覺 所以 這是基本的工夫 來 人免保持一種 欠和的態度 欠 雙方息事靈人 但不能不明白道理 職場是一個利益的場所 大家都追求更多 更好的利益 當利益受到侵犯時 怒火口角吵架 都可以 行為都是必然 我們是利益不均的結果 最後只能得到吃力不討好的效果 喜歡把事上升 明明沒有請你出面 卻主動來參與別人 扮好人 但有可能你多身體外不是人 就是說 我們人群的當中 很多會有爭議 你如果是要做公親 會變屬主 不會香港會變屬主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你若是對事情不瞭解 你不好去做公親的意思 我們很多人很愛 很好心的 做公親 之後變屬主 你說這邊對 說那邊 絕對不好使 因為所有 人生事情都在利益當中 利益如果分配不均 就一定會有對立 所以 我們就是一定不可以黑白插英雄 別說看到別人在吵架 我們都不管 但是你一定要說兩邊 都要 這個剛才也有提醒過 事不關己 我仍高高掛起 如果你 總是對別人的事 過於關心 很可能會讓 別人覺得你 沒有用心 又不可能對他人的事毫不關心 所以要把把握場合 要分寸 要做到待人和蔼可親 善解人意 不搬弄是非 盡量息事靈人 人際中 該把持 持中庸之道 古人說 君子之交淡如水 一生中 適當的表現 真實的自己 才能找到一輩子的知心朋友 人不可能在每一個人面前都好 讓每個人都成為你的好朋友 但如果貪多 只會弱得一個朋友 都沒有的下場 就是我們關心別人是好 但是不能關心到過度 嘟嘟好就好 一天到晚 我無貴怎樣 無貴一個朋友 那也是我們同心 他們的太太 那年生四十歲了 還沒娶妻 要去 去拓爺幹部的時候 他就打電話說 要讓小孩 水果是放在桌 冰箱的桌一盞 飯是放在桌 菜是放在桌 我們這個譬如是在家庭 你說怎樣 他會長得大嗎 關心到過度 比那個孩子無法度行生中 我們同事朋友之間 你關心過度 他會嫌疑說 這個不知道什麼企圖 太好也不行 剛好就好 所以我們今天時間到了 最後一句話 我們要怎樣做冠 有要聽嗎 有 有 很簡單 因為我以前在戰略學會裡面 蔣偉國戰略學會是 世界戰略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有學到一點 然後有一個財政部官員 我的朋友 他說做冠很簡單 我說我都不想做冠 我要做件而已 所以秘書長想三個月 把我想這塊給我 但是我也是知道怎樣做冠 做冠很簡單 你如果聽好喔 派到哪一個單位 你勤力的部署 你來向你業務報告 所以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內 有分本來的單位 那個主管啊 你的下屬 榮中下報告來給你用下的喔 用聽有時候不記得對不對 他的工作性質到未來他要 執行的政策告訴你 如果沒有一個人 他就會下來 下來你就知道他在搞什麼 當當了嘛對不對 這樣有簡單嗎 如果沒有你都搞不清楚 我的部署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我們沒有做過關嘛 我們不知道他 比如說佛政 佛政分幾部門 社會教的 什麼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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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你報告 你就是要憶報 拿起來要看 如果沒有的好事 你請他親自來解釋 來報告 你問 你問 我看自己說 那我看沒有 你來幫我教一下 這樣就完蛋了 絕對不可以留開一個 不會也要假的 因為我們一握就握 他也是握握 不是 他生出來就握了 所以沒有什麼好建設 你請他來報告 你文書的報告 看不清楚 叫他親身再來給你報告 你用錄音機把頭錄起來 回來 慢慢放來聽 這樣可以嗎 可以做關嗎 很簡單對不對 你做中關 他們都報告 你就都知道了 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後面還要改心什麼 所以你要用心一點 你就能觀察很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各位童心 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好 下課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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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 下課休息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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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休息零